是的,貓咪牠們得到耳戒蟲的原因有很多 包含就是說牠們在幼年期可能會被牠們同胎的兄弟姐妹 還有就是這個貓媽媽可以傳染到,因為藉由接觸傳染到 第二個就是說可能在戶外牠可能在 可能牠曾經是流浪貓,在一起玩的同伴可能被傳染到 那主要牠的特徵就是說牠的耳道裡面會有非常多的深刻色的分泌物 那此外就是說可能牠會合併像細菌性的或酵母菌型的二次性感染 第三個就是說貓咪牠的特徵就是非常非常的癢 那癢到甚至受不了牠會抓破牠的耳道的皮膚受傷 甚至牠會抓到耳道的皮膚裡面的皮下層 就是可能會造成維修感破裂出血 那這時候會產生耳科血腫 而血腫的話就甚至牠需要用一些外科的方式做應流 然後處理 所以說一般我們在治療藥藉從這個病的時候 我們做法就是說我們可能會用局部的滴劑 去點在耳朵或者是背上去處理 然後另外就是說 家中可能是多貓環境、多貓家庭的話 必須群體的話,群體一起做治療 這樣才可以達到這個肚絕的效果 愛寶,寵物保健專家,關心您家毛寶貝的健康 好,很期待 好,很期待